OK 那最後的話呢 今天我有提到有關VBA 我發現很多同學 也對於VBA的部分非常感興趣 所以 你想說老師 如果你剛剛講那個公式 它可以產生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 VBA程式寫出來 你想說VBA程式以前要學個 我看學個一年應該也沒辦法 學個兩三年應該可能可以寫出簡單的 但是要寫複雜的 我看要好多年才有辦法 可是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我不要用什麼 不要用公式 我希望讓他幫我寫出VBA程式的話 那今天我們就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不要用公式 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改成用VBA 請你幫我把 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輸出看看好了 所以這個我底下其實也有一個敘述 很簡單啦 也不用太那個 我底下其實在講義下面這邊也有 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或者是請幫我用VBA程式重新撰寫 反正我有時候很懶 我發現 XGBT好像滿聰明的 所以我都寫得很簡略 請幫我改成VBA程式 OK 他就會幫我把上面的這一個公式 如果你假設不要用那個什麼 剛剛的公式寫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寫成這個 他幫你寫成一個什麼 一個Function Function中文意思是函數 寫數的名稱叫這一個 Gate Title 所以Gate Title後面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Name 一個是Gender OK 那所以是什麼 Name就是名字 那Gender的話就是什麼 Gender應該就是它的稱謂 所以它幫你寫完程式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你要怎麼去操作 操作的方式 它上面還有講到 所以這邊操作的方式是說 請你幫我開啟VBA 然後打開這個VBA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其實比較難一點 就是在Excel裡面 開啟這個什麼 開啟ALT加上F11 這ALT加F11就會跳出什麼 跳出VBA 然後再來怎麼樣 插入模組 它第二個動作是按右鍵 我看看它有沒有講按右鍵 插入模組 它沒有講按右鍵 所以我這邊跟各位講 這邊按隨便一個地方 只要在這個專案的下方 這個空白區域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好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要把程式執行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這邊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直接再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複製程式 再貼到這個地方來 貼上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自己寫了一個自訂函數了 名稱叫做GetTitle 有這麼厲害嗎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寫對還是寫不對 怎麼執行 這個可能難度比較高一些 寫寶 我做我有把它錄影下來 如果你們有興趣同學可以 比照著做做看 好 我們已經把它貼過來了 那你說老師 那哪裡會有產生那個函數 其他函數是寫在 這個一樣 執行的方法一樣 你要插入這個稱謂的地方 在插入函數裡面 因為我剛剛有寫了一個叫做GetTitle 它會出現在哪裡 請各位特別注意 它會出現在使用者定義 那這個使用者定義 就是當你的VBA裡面有寫一個以上的Function 才會出現 所以剛剛理論上是沒有 現在才有 所以你們現在電腦應該沒有 因為沒有貼 如果你有貼的話一定有 OK 那如果你假設沒有貼錯 如果你貼了沒有 那應該貼錯地方了 OK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出現叫GetTitle 這個GetTitle就是剛剛那個Function 好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理論上它會跳兩個問題 就是跳這個引述 因為我們的引述裡面有兩個 我剛剛有講的 Name Name應該理論上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名字 名字這個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叫Gender Gender應該是它的什麼 應該它稱謂吧 不 性別才對 性別 性別這個 看結果對不對 吳先生 好像就對了 看一下 有這麼厲害嗎 我什麼事都沒做 這樣會讓我覺得 很驚訝 以後我會失業了 人家都幫你寫好好的 然後向下填滿看看 都寫好了 制定函數OK的 所以你們如果會用AI的話 制定函數也可以寫完了 OK 好啦 所以我把重點講一下 因為這一段可能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又衍生了一下 就是請幫我改為VBA程式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改為制定函數 改為VBA的制定函數 然後他得到的就是一個function 有沒有 這個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的話 刮斧裡面就是幾個 算是那个算引數 所以他不是跳兩個框框嗎 第一個框框叫Name 就這個 第二個框框叫Gender 指的就是它的性別 OK 所以你有幾個他就跳幾個 OK 它的Function名稱就是GetTitle 你只需要把它複製之後貼哪裡 記得這個東西叫做Visual Basic 它怎麼叫出來的 好像上面有敘述叫LT加F11 就跳出來 如果你要把它貼上之前 記得要有看到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原來是沒有的 所以我把它假設沒有的 請你記得在這個上方任何一個位置 按右鍵插入就可以 插入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碼 直接複製貼過來 一個字都不用改 你就會有一個Function名稱叫GetTitle 然後引述的話就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樣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就有同學可能會問說 是那那個函數名稱可不可以不要是英文的 我希望是一個中文的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這個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你可以改成姓名 這個可以把它改成性別 這樣會更清楚 這三個可以改 不過目前我們先不要改 你要執行的話 怎麼執行 這個可以改成一個方式 請你再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會跳使用者定義 OK 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一樣 我避免那個問題 你們假設 因為每一次去RGBT給的程式碼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乾脆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複製 我乾脆直接貼到這邊好了 幫我改 我發現它得到的結果 有時候是SUB 有時候是Function 好像之前我給的是SUB 我現在把它改成Function 這一段 我直接貼到雲端上好了 就這一段 這個是RGBT給的 它會是在雲端白板的第七頁的位置 OK 你們如果 假設你產生跟我不一樣 你如果要練習的話 不然你就直接到雲端白板的第七頁 直接拿這一段來練習看看好了 OK 試試看 畫面